被告的九龍城裁判法院經提堂後 由籌車押走送去懲教署看管 裁判官說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案件押後到8月底再提堂 等候警方和律政司研究案情 案情透露今年5月 試驗在廟街用氣窗射箱流浪貓獲准保釋的男人 在星期三晚在廟街一間禮品店 懷被人毆打致死 警方期後拘捕被告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鄭漢城報導